大S在3月8号关心与居俊姨也结婚 结果全网都在笑她的前婆婆张岚 汪小飞妈妈好尴尬 直播用儿媳为儿子新恋情辟谣 结果大S已经结婚去了 原来大S前夫汪小飞 近日频频被拍到和模特张盈盈在一起约会 但两人至今坚决否认 而汪小飞的妈妈张岚 在7号的直播间更是直接用大S来辟谣 对于汪小飞的新恋情 张岚直播时表示 自己只有一个儿媳妇 那就是大S 还要求网友们把心字去掉 自己根本没有心儿媳 直播中更坦然 自己对大S和一对孙子十分想念 而在前婆婆用自己打枪之后 大S第二天直接官宣再婚 张岚在8号这天依然有直播 但全程不提大S的事情 不过网友就超损 既然张岚这么爱拉大S出来消费 网友也直接在她的直播下 猛Q大S喜讯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